哥哥很乖 哥哥乖到要我心疼的感觉 他太乖了 他就是吃一点都不挑 一点都不挑啊 我带着闭上你中的行李 又你落河地 经过几道闪电 看到一堆光泉 不确定是不是这里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 他们拿着剪刀 摘走我的行李 擦拭我的脑袋 没有机会返回去 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 我确定是你 和你自己的朋友 竹子很可爱的拿来吃 竹子很可爱的 我带来了灵界的消息 可我怎么告知你 注定是一车相遇 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 后面有个山坡 山坡上的枣树 没当情 这是我们大虫猫场馆开风调 保持室温在25度以下 竹子其实非常丰富 品种也很多 我们也自己开了中了竹园 但我们坐了180平米的一个室内场馆 室外是300平米的 每一只熊猫的面积 我记得我们从事恋人 后来战争后放一生战争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只要我在上班的一天 我都会好好守护梁兄弟的啊 我反正会晾梁兄弟在海南的每一天 不会再受到一天气的啊